这一老一少搭配的熊师组合 就是仅剩的博明汉熊师联盟成员博 与出生在恩库虎马师群的儿子 结成父子联盟 他的儿子恩库虎马熊师 出生于2016年初 到目前已经开始 慢慢步入熊师的巅峰阶段 大概是长期艰苦的流浪生涯 他的综毛并不算出众 体格也不过粗壮 目前对于他们俩来说 活下来生存下去 是他们迫切的希望 至于未来的师王之路 就目前他们身处的竞争环境看 还是遥不可及的 目前已经12岁不入老年的 博明汉熊师来说 他的身体素质状态保持很好 在于他兄弟博三近一年 守卫师群的表现来看 他远没有他兄弟博三 表现得强硬 勇猛 他甚至显得还有点软弱和贪生怕死 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 自信心的不足 出于求生的本能 他可能变得不那么勇敢 但是博明汉联盟 仍然说